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韩秀 1946年在曼哈顿出生 两岁生日的那一天 达尘以来一艘美国军舰 和一个不认识的家庭 Doctor and Mrs. Swift 抵达上海 那一天我两周岁 之后就和外祖母相依为命 也就被陷在那里 陷在红色的中国 将近三十年 1978年才回到美国来 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 使得我在那的生活就特别的艰难 特别的艰难尤其是1964年 就一句话叫做此生不一录取 封了卷子 断了我这个继续升学的路 而且到了山西 山西三年之后文革爆发 所以文革的十年里头 我有九年的时间在新疆 在南疆的八楚 八楚地区在塔斯拉玛干沙漠的府邸 在那里生活的九年的时间里面 这一切的一切就使得我有了机会 去认识这个中国社会里面的最黑暗最底层的一种状态 在团善这本书 在这个三明书局出版的团善这本书里头 有关这个胡将军 国军将领胡先生的故事 我相信是在世界上唯一的一本 真正谈到事实的这样的一本书 而我在这整个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头 等于是用自己的生命来验证 乔治奥威尔的这本《1984》 《1984》是四十年代的作品 是奥威尔四十年代的作品 但是我在中国大陆的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 都等于是验证了这本书的精准性 所以我用一篇文章叫做《精准的预言》 来谈这本书 那么《1984》这本书呢 我是在1992年的时候 在东大在台北的三民数据买到这本书的第一版 刘少明先生的《议文》 之后呢就是2020年 也就是去年的时候拿到了这本新版 对于我来讲 这本书所说的事情 今天仍然在继续中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那么在生命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一些亮点呢 当然也有 五十年代的时候 因为我的外祖母做三本书 修补修这个三本书 所以和琉璃厂就有了很深的渊源 那么这个同仁堂也是我们厂上去的 所以《百年同仁堂》 也就是谈到岳家老妖铺的这本书呢 对我来讲 就是在童年时代 在满天的阴暗当中 那几个小小的温暖的亮点 《百年同仁堂》 那是其中的一个 当然更多的时候 是与忧伤与困顿 与身不由己相联系 那么我们就说到了这个书先生 老舍先生 老舍先生我在很小的年纪的时候 十来岁的时候就常常在他的身边 所以他的这一本《多数摘杂谈》 谈的虽然是三四十年代的事情 是他三四十年代的作品 出版确实要等到2005年才出版 也就是说在书先生 他已经不妨碍这个宪政权的这个状况之下 这一本书才出版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本书里头看到老舍先生的真心情 这是非常令人忧伤的事情 但是怎么办呢 我1964年下乡之前 和书先生有见了最后的一面 他跟我说的是 吃饱穿暖 四个字 因为他知道在我以后的生活里头 大概有很长的时间是 吃不饱也穿不暖的 之后1966年 他愤而跳糊 头糊 了却了他自己一生 这个痛苦的经历 对于我来讲 是多方面的影响 直到现在很多人还说 说韩秀写出来的东西满是精味 这个精味 不只是因为我在北京住过14年 而且主要的就是 从书先生那里真正体会到精味的真髓 在中国的这一段时间里头 除了前边的这30年之外 回到美国之后 1983年到1986年 我先生派到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工作 所以我又有回到北京的机会 那么在那一段时间里头呢 我又亲眼的看到 这个所谓清楚精神污染 这样的一个运动所带来的各种的影响 白华先生见过一次面 这个白华先生的这本书 《埃莫大于心未死》 也是三品的出版品 这一本书里边的沉痛 这一本书里边所带来的震撼 对于所有在华文文团上有所贡献的人来讲 都是非常深刻的 事实上《埃莫大于心未死》 这本书也是一个佐证 证明这个1984 这本书是多么的贴贴 多么的准确的说出了 在极权政治之下 人有可能遭受到的所有的艰难与困苦 更有甚者 还有一本书是黄永玉先生写的 比我老的老头 我在文章里头有这样的一个题目 就是《谁偷走了今好的岁月》 这一本书里面所谈到的这些重要的艺术家 除了黎库禅 黎柯冉这些重要的艺术家之外 还有重要的小说家沈从文先生 黄永玉先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艺术家 我常常想念九十年代初 我们到香港去参观他 他所绘制的作品不但是中国画 这个水墨 而且他有非常多的哲理在里面 他的猫头鹰 眼睛一直睁开一直闭着 甚至被江青批位 这是他心怀不满 黄永玉先生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他的表述是沈从文先生 所以黄永玉先生 沈从文先生 在我们在北京的这三年里头 都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这样的一个机遇 我最早写的小说 第一位读者就是沈从文先生 他流泪 我就知道这篇小说大概还可以 所以我就寄往联合报 那个时候在沈先生看到我写东西的时候 他心里的痛悉 他心里的复杂的情感 都是等于是我的养成 我对这个 我自己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创作班去学写作 写作是由心而生 那是1986年我们离开的时候 沈伯伯给我的最后的一句话就是 好好写不要终端 因为他自己被终端 那么这个不幸 这个是人间的不幸 不是只有华人有 也不是只有某些民族有 我想在这里头特别提出来的一个伟大的作家 就是埃莫斯奥子 埃莫斯奥子是西伯来文学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家 他已经离开我们了 但是我想对于一个已经离开我们的作家 我们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去看他的书 去重温他的作品 他的这一本书 爱与黑暗的故事 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作品 我在这儿谈到的是走向和解 走向和解是谁跟谁和解 常常是作者跟自己和解 跟自己的过往和解 跟自己所遭受到的一切和解 在这个和解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新的出发点 这个新的出发点 帮助我们去读更多的书 去寄托更多的情感 去寻找新的方向 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想 威恶多于快乐 这是前三十年 那后四十二年 是快乐多于威恶 但是我们总会面对 永无止境的失败 比方说文艺 那么志文出版社出的这一本 《威艺》是Carnio的重要的作品 法国作家Carnio 在他的封面上他说这是战后最畅销的文学名著 但是我觉得Carnio是非常能够将困境化为仙境的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作家 他谈到瘟疫 瘟疫正是我们今天面对的一个灾难 我想各位都知道 Raphael伟大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巅 巅峰时期的重要画家Raphael 他在七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被瘟疫间卷走 他失去他亲爱的母亲 他有没有退缩 他没有退缩 他开始画第一幅画 第一幅画就是圣母子 就是他把亲爱的母亲画在墙上 他把他自己画在母亲的怀抱里 之后Raphael就创造了世界上最美丽的画面 最漂亮的画面 那就是Raphael的圣母 那个圣母从哪里来 圣母正是那位被瘟疫卷走的美丽的女子 Raphael的母亲 我们再看卡拉瓦乔 卡拉瓦乔在十岁 十一岁十二岁那段时间里面对了所谓的黑衣骑士 也就是瘟疫 瘟疫死亡卷走了他的叔叔 然后卷走了他的父亲 卷走了他的祖父 卡拉瓦乔家庭里面三个最重要的男人 对他影响最深的三个男人 在很短的时间里离开这个世界 卡拉瓦乔没有退缩 没有后退 没有彷徨 什么都没有 他认清楚了黑色是多么有力量的一个种颜色 然后由黑色他想到光明 光明与黑暗之战笼罩了卡拉瓦乔整个的艺术世界 我们再来看El Grego 这位希腊艺术家 瘟疫卷走了他一生唯一的挚爱 唯一的爱人 之后他总是在想着团圆 他总是在想着怎么样能够让他的挚爱 跟他自己跟他的儿子能够团圆在一起 而且El Grego在哈瑞尼玛离世以后疯狂的陷入创作 不断的探寻新的路 而今天 Raphael 卡拉瓦乔 El Grego 这些人留下的无尽的财富成为巨大的辉煌 而我们和我们的后世的人再过几百年 Raphael 卡拉瓦乔 El Grego 还在这个世界上 还在这个星球上 还在用他们的辉煌照亮我们 以及我们的后人 在这儿就是要说明的一点就是 文学与艺术是人类的最宝贵的财富 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财富 没有这些人类没有什么特别可炫耀的 所以我想尊重文学 尊重艺术 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理念 舒展不得不停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但是舒展不同于一般的聚会 我们还是可以走进屹立不遥的书局 还是可以寻找到我们心仪的书本 我想在我的生活当中 这个书本与生活本身就是紧密结合 不可活本的 那么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对我来讲文学的养成 首先是从俄罗斯文学开始的 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有整整的一个世纪 之后还有白银时代 俄罗斯文学以它的丰沛 以它的华丽 以它的坚定不移的信仰 感动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我想圣彼得堡 想莫斯科 尤其是圣彼得堡 我到圣彼得堡去的时候 特别去联网大道 特别去看望国格里 看望普什亭 我想对于我来讲 俄罗斯文学是在血脉里的 小的时候也不得不学俄文 政府不准学英文 别人有选择我没有 所以我学俄文 那个时候有一次 记得有一次 是在一个萤火晚会上 我用俄文朗诵 Pushkin的《鱼符与金鱼》的故事 老舍先生站在不远处处着他的拐杖 他不懂俄文 但是他真爱那个优美如歌的语言 所以后来我常常给他念书 比方说 以及《战争与和平》里面的一些片段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从尼克拉索夫 从贝林斯基 从托斯特叶夫斯基 托斯泰 一直到切克夫 对我的影响是再深远也没有了 再有一位就是普鲁斯特 普鲁斯特对人生 对世界对一朵玫瑰花 对一片叶子的观察入围 深深的影响了我 再有就是西伯来文学 西伯来文学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希望这个读者朋友们 我相信幸存者 他们从战争 从灾厄当中所得到的东西 是无与伦比的 我们应该特别加益注意